各位早晨,来到3月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真凡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Irene 大家看着这两天就是鲍威尔有什么言论 昨晚关注鲍威尔暗示今年稍后减息 美股星期四都继续做好 标志纳指都破了顶 行指亦起升了88点 稍后也会问Ravi 怎样看美股这么强势 港股又怎样呢 至于一些业绩股 我们都会分析一下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留言名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劳工数据转弱 减息憧憬回升 联主局主席鲍威尔暗示 今年稍后减息 美股年升两天 标志和纳指都破顶 而NVIDIA都在创新高 导致升幅曾经扩大到249点 收市升130点 报价18791点 标志和纳指都升超过1% 标志收报5157点 纳指收报16273点 欧洲央行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而欧洲股市先跌后升 鲍威尔言论利好欧美股市气氛 美债息继续受压 十年期美债息下市四离关 美股指数一度跌大约0.5% 而市场都关注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 日元最多升大约1% 金价就连续三天重新高 招电美股 Meta升超过3% Google和亚马逊升大约2% Tesla反弹超过1% 但苹果继续是偏弱的 而大家关注的NVIDIA 再创新高 收市升超过4% 付926.69美元 至于被指接受华府资助的英特尔 股价升3.7% 然后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Bilibili公布业绩后 美股股价一度急跌9% 收市只跌2% 比本港收市价低3% 其他游戏股大致卡云 网易美股高港股近2% 腾讯微跌0.1% 阿里巴巴和微团升0.3% 匯豫控股ADR自算部59.25 比本港收市价升1.3% 有邦升1% 港交索升0.6% 然后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亚太区股市大致卡稳 其中日本市升0.2% 日均平均指数39,695 升96点 南韩市升超过1% 澳洲市升0.7% 而新斯兰股市升幅大约0.2% 然后看看赌支期货 微微偏远跌近三十多点 而恒指客期 港股可能预示到 有机会是轻轻高开 客期升80多点 先和Rafi聊聊昨天外围的消息 这两天都是鲍威尔国会庭政会 第二天鲍威尔提到 都很清楚减息太迟的风险 就说如果经济状况符合预期 局方今年开始就会减息 他们就会谨慎地移除 限制性的利率政策立场 如果相比前一天市场看 好像无论两可 但这次好像相对言论再温和一点 我们都知道减息太迟的风险 所以见到美债升美会也继续偏远 怎样看美股升势还是持续呢 会否减息会有机会再早一点 比大家之前的预期 我想其实你说这两天 白威尔的说话 本身大家都挺关注的 因为始终一来美股本身升了这么多 而二来很多个股都去到一个很高位置 大家透过白威尔的说法 究竟有没有很多啟示 特别可能对于减息那边 可以取得到什么提示 那类似的 看看之后市场是要调升 还是要如何走 结果经过了两天的说话 其实对于股市的影响 就不算太大 就像你说的 对于美股还是比较强 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带动 我想最主要这么看 其实它的说法 两天总体来说 其实和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在估计处局的取向 特别是减息的取向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其实它这两天 都是很同样的 第一天更加明显 就是说回之前的说法 之前的立场 其实昨天一开始 都是先说回那篇东西 之后才说多些东西 所以论说法来说 没有新东西 就是维持下来会减息 可能维持下来会减息 可能维持下来减息三次的预期 75点等等 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昨天晚上的说法 你可以说有些新的 就是它觉得太迟减息 会有风险 但是这句话也好 其实未至于触动市场 觉得很快会减息 就是说完也好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猜 最快的六月份 可能是70%左右会减息 就是没有太大改变 就是整体六月份开始减 减息三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所以对于美股来说 又没有突然间有很大的转变 就是没有突然间很减息 或者很减息 而令到市场很错 所以整个美股方面 还可以说是整体算是 相对是比较强的一个因素 还有当然各地的股份 譬如你怎样都不提都不行 NVIDIA都算是很强 对于整个美股的气氛 是有一个帮助的 所以当然说真的 你问到美股这个看法是怎样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因素 去令到再升 其实因素去令到升 我真的不太想到 因为你说从股值贵 不是很贵 但已经不是便宜了 一定至少 我想没有人会觉得便宜了 如果美股向上 其实真的没有 但是没有说没有 但是还是升 我想最主要一点就是 因为资金找不到其他东西去选 特别可能在股市来说 就是你不选美股 不选美国的过股 那你选了什么呢 难道你选来港股吗 不是说不升的 但日股 投股 对 但日股投股同样道理 都是去到这些高位 即是你几个主要强的市场 去这么高的时间 你令到资金 如果真的选择 可能还是选择最大的一个 那还是留在美股里 那就是变成 这种游戏 除非你突然看到 有其他的所谓 类似替代因素 或者令到钱 明显地流出整个美股 否则的话 我认为暂时 美股的强势 没办法 我认为继续持续 但原因就真的 没什么特别 但有时反过来 升跌也不需要原因 事实是大家找下去 困下去 所以我想最主要一点 就是现在的钱 还在美股身上 所以如果你说 短线来说 模拟的势还是强的 但如果风险 我认为刚才也说到 升一朵 股值不是便宜 还有个别股份是去到很高 但这些因素 一调反过来 假设NVIDIA 例如有一晚半晚 是突然间来一个 比较明显的回调 可能那天就会影响一些 一些气氛 这些我想是大家 要留意因素 但你说实际 这一刻的因素 无论很坏 其实就不太影响到 美股的变化 如果NVIDIA 突然急着 可能没有货 就是兴奋 或者到时会害怕 就会吓到 我想要看绝对 还有当下的市场 有很多特别的消息 我们转体的港股 上次表现 这几天都比较繁复 恒指税率低至20点 早段到升 五期后再度转跌 美股曾经跌至301点 马德卫见16,136点 恒指收跌208点 报16,229点 成交980亿 科指跌1.6% 报3,359点 美股跌超过3% 肚腾酸和阿里迪跌1% 而京东在业绩之后 逆市升6% 9至业绩之后 都升6% 美国参议院小组通过 生物安全法案 若名是捱沽 若名生物急错2成1 若名康德跌2成 油股和金股都是逆市做好的 北水盘路 马舟至农历年前的淨流入趋势未变 昨日再吸资45亿 北水连续16个交易日淨流入 马资金大首级中海油 全日陆德淨流入9亿7千万 而中国银行和若名生物分别 吸资4亿7千万和3亿8千万 淨流出方面 中石油和美团分别 走资3亿7千万和2亿7千万 而健康的资金大约1亿 继续和Ravy谈谈一个港股 刚才提到 近日都比较反复一些 又大升又大跌 或者是有时单日的反复方向 你都未必判断到 暂时还能走到万六万 但我们如何判断今次的反弹 还会否持续呢 走势还能继续持续 还是已经有转弱呢 其实暂时还相对算是可以的 特别在港股来说相对是可以的 当然你比对起美股或者日本 台湾来说当然是弱的 但以港股过去一年半载来说 近期的势势是相对算好 因为所谓的好就是 至少你看到大人一阵之后 虽然现在升不了 但它不是太调得下的 例如你过去这段时间 怎样说呢 例如一月中的低位14794上来 其实近期最高到168流上 其实是头尾两千点的胜幅 但如果以往可能升了千多两千点 其实最起码回到一半 然后再看看再怎样走 但你看到近期 虽然是正在整固 但一个相对不算很大的调整幅度 还有很多时候 下到一些所谓的相对低些位置 其实还是有些买盘 是买回来的 其实市底 我觉得是比起之前明显点 是有些改善的 但你说是否真的很强 当然不是 还有我想去到这些位置 需要等待更多的趋势 因为毕竟整个市都升了两千点上来 还有我想等待趋势 当然都是离不开 譬如内地 可能都是看着两会的一些行情 其实这一两天就剩下了一点 因为头一两天就看了一些工作报告 看了一些今年的目标 所有事情 但是出来了 大家可能之后看看 譬如两会后 究竟有没有什么政策继续落实落地 这个我想继续是好一个叫观望的心态 就是又不敢说太差 因为都怕我们真的多招出的 对 对 对